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 我是徐玲 我曾经是一名女司机 好多人对女司机可能带有很多偏见 但大家知道我是驾驶什么的时候 都会对我竖起大拇指 我曾经是一名光荣的人民海军战士 参加过国庆60周年大阅兵 也是我们中国海军历史上的守卫女操舵手 更是我们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 辽宁舰的第一位女操舵兵 刚才的那首歌呀 《我爱这蓝色的海洋》 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曲 或者说是呢 非常爱的一首歌曲 因为作为一名海军 这首歌唱出了我心底最深情的感情 我对其中每一句歌词的理解 可能都要更独特 更深刻 哪里更独特呢 为什么独特 一会儿我讲给你们听一听 每次别人一听到我 驾驶航母的时候 脑子里都会蹦出很多的问题 最常见的有哪些呢 比如会问到我 许玲 航母是怎么开的呀 开航母是什么样的感觉 还有人会问到我 开船和开车是不是都是一样的 航母上需不需要驾照啊 还有的很多想当海军的朋友呢 也会问到我 晕船 能不能当海军 不会游泳 可不可以当海军 你会建议我去当海军吗 等等等等许多问题 也有人会问到我 徐玲 你在航母上 看没看见过 舰载机起飞和降落呀 你是怎么当上中国海军 第一个女舵手的呀 是不是家里有什么背景呀 其实在我身边的朋友看来呀 虽然我不是海军的发言人 但是我却代表着海军的形象 所以今天呢 我把这些问题呀 一个一个地解读给大家听一听 满足大家的好奇心 航母是怎么开的 什么感觉 这个呢 怎么描述 开军舰 开航母 那是一件超级酷的事情 一件庞然大物在自己手上 你可以想一想 你可以操控它 那种酷的感觉呀 不是一般人能够感觉得出来的 大部分人呢 我们平常都会去开车 开车对大家来说比较常见 不如呢我就拿开车 和大家来做一个比较 航母和开车有相似之处 都是我的方向盘 向前看 但是很多人可能会想到 一收到开船 你的船的舵盘是不是有很大 其实这一点大家想错了 航母的舵盘呢 比正常的开车的舵盘还要小一号 不是大家所看到电影中那种 加勒比海盗 已拽那么大一圈的方向盘 不是这样的 还有呢 汽车是有档位的 船当然也是有档位的啦 也都是有一档 二档和倒车档 但是你开车的时候啊 所有的档位和方向盘 都是一人操控 但是在军舰上 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职责 有开船的 也有倒档的 开车和开船它有不同的地方 就是惯性 它的重量越大 惯性就越大 一辆车可能有一多多重 而一收军舰它就有上万吨 相比较船的惯性 汽车的惯性那就是太小了 在风浪之下 这个惯性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而这个惯性的掌握呢 不单单只是靠你的专业知识 更多的是靠你的经验 而这些经验 就是你在多次的训练中 过程中所积累下来的 还有人也会问到我 许玲 你开过了大船 你在开小船 是什么样的感觉 说起来呀 其实我也开过小船 因为呢 我是从辽宁经常退役回来的 回到家乡呢 我也是争取了 到地方海事处工作的机会 说起我的家乡呀 是在江苏省环安市虚义县 在我们那里没有军舰 也没有大海 但是我虚拟呢 有淮河 有小舟 有小艇 还有美味的龙虾 在这里最宽的河 就是淮河 我们的淮河的那种船 就是运输船 所以说开大船和开小船 有什么不同 其实原来我开大船的时候的感觉吧 其实也没有说那么浓烈 因为在其中 我只是把它当成了一份工作来看 但是回到地方上开小船的时候 往往会怀念 开启大船的一些场景 那种视野的开阔感 但是开小船呢 也有它的一种感觉 速度感 和迎面挨来的风浪 让你感觉特别的刺激 开大船 更多的让我感受到的是 国家强盛 整个海面的宽阔 让我心胸都变得宽阔多了 也有人会问到我 许玲 我们开车有驾驶罩 你开船有没有驾驶罩呀 其实呢 我们在开船的时候呢 培训比开车更困难很多 开车可能只需要两三个月 它就可以学习得出来 而开船 将近学习一年或者两年 这个驾照呢 到地方上 还换不了地方的船照 所谓经历到了这种 我能开三万吨的军舰和航母 但是我回地方上呢 可能还开不了地方的小舟小顶 要重新去考试 还有一些朋友会问到 许玲 你晕不晕船呀 我坐车都会晕 你开船会不会晕船呢 其实呢 我也会晕船 我也不是天生就不晕船的人 但是我们海军呢 其实也有很多个岗位 它在陆地上的岗位 是搞通信啊 医疗呀 很多等等 但是如果说你被封闭到了 水面舰艇上的这个岗位的话 你必须得去学习 这个抗旋晕训练 还有一些游泳 也会有人问到我 徐玲 你会不会游泳 其实我刚开始当海军的时候啊 我是不会游泳的 他们就问到我 你不会游泳 为什么去当海军 我当时也是很生气地去回怼他 谁规定你 这个当海军必须得去游泳 当空军必须得学会飞 当陆军必须得学会挖洞的呀 其实现在想想 那都是笑话 但是呢 自从我们上了军舰之后啊 我们必须得学会游泳 为什么必须得学会游泳 学游泳 学会到什么程度 最起码你掉到水里面 不能立马地沉下去 要给别人有一些机会去营救你 但是真正到海上碰到大风浪的时候啊 你有可能还是会晕的 为什么呢 因为陆地上的晕 抗旋晕训练 和真正到海上的抗旋晕训练 其实是不一样的 我最早当舵手的时候啊 还不是在辽宁舰上 而是在一艘医疗船 和平方舟号 当时的风浪啊 可以把船掀得很高 将近十几米的风浪 把船都盖过去了 当船升起来的时候 再往下猛的一扎的那种风浪 我给大家打个比喻 就相当于我们在这个游乐场 坐着过山车 你过山车的时候 你可能只坐个五到十分钟 但是如果你坐过山车 你连续坐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一天 两天 甚至连续一个礼拜 那种感觉是什么样子的 我现在想一想 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当时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更严重的时候呢 可就在耳朵上挂一个塑料袋 为什么在耳朵上挂塑料袋 因为你在开船的时候 你不能说 因为你有一些想要呕吐的症状 你就把船扔掉 跑到旁边去住 那你的船怎么办呢 所以说在耳朵上挂一个塑料袋 一边工作 一边捂吐 那真的是要靠自己的意志来扛过 经过那七天之后啊 我现在坐任何的船 我都不再也不晕船了 再大的风浪我也不晕了 说到这儿呀 好友人会问到我 许玲 我们开车是坐的的 你开船是不是坐的的 我们开船呢 其实长时间是处于站在的状态之下 偶尔呢也会坐一下 但是要求是不允许坐的 还有朋友会问到我 许玲 你在辽宁舰上 有没有见过飞机起飞和降落呀 当然看过了 我不刚看过它起飞 我看过它降落 因为是什么呢 因为我是一名航母驾驶员 我的站位就在驾驶室上 我见证过辽宁舰的舰载机的起飞降落 见证它的历史的每一个瞬间 还有人会问到我 许玲 你们经常在海上 是不是顿顿吃海鲜 特别豪华呀 其实呢 在军舰上 我们现在的海军啊 经常会有一些出访外事的交流 比如我曾经服役过的和平方舟号 就去过非洲 所以呢 很多人会想象出来 就是说你随军舰 是不是像出国旅游一样 在军舰上是不是还可以 生出一个鱼竿去钓个鱼 顿顿有海鲜吃 其实这儿啊 我也给正式给大家解答一下 虽然呢我们海军的伙食非常好 特别是我们的基地呢 都是在海边 确实也是经常有海鲜吃 但是在我们的舰艇条例上 有明文规定 不允许打鸟 钓鱼 而且军队的食物呢 通常都是会有专门的部门来补给 绝对不至于会没有吃的 需要从海里来捞鱼吃 我经常会被人问到 最多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 徐琳 你是怎么当上这个航母女剁手的 这么一个光荣而要重要的任务 怎么就选上了我呢 我怎么就那么的幸运呢 这当然其实有很多的幸运的因素 也有我自己努力去抓住每次机会 不去放弃 去尝试的一些原因 要说我是怎么当上这个女剁手的 这个故事啊 可是有点吵 要从我怎么当兵的时候说起 我出生在江苏省淮安市徐一县 一个很普通的农村家庭 但是呢我很幸运地赶上了 我国在大学生队伍里 第一次试验型招兵 那是2005年的12月 我就读于南京体育学院 一个很冷门的专业 自行车专业 当时报名参军 经过各厢正审 体冷考核 我入选为中国人民海军 我那个时候身体数字也是很不错的 我成为了海军司令部 某部的一名大学生士兵 而且很光荣地在部队里入了党 在面对党旗宣誓的那一刻起 我就告诉我自己 一定要把青春 智慧和汗水 都献给党 献给人民 在部队里经历的那几年 我清楚地记得 那是2008年的10月 我们部队的领导啊 说要在我们女兵中 挑选优秀的士兵 参加国庆60周年大阅兵 我当时就和其他的女兵战友们 一起报了名 报名后 我的心情啊 既激动又忐忑 为什么忐忑呢 激动的是 如果我能光荣入选 作为江苏籍的女兵 既锻念了自己 又能为家乡的父老乡亲 争光天才 但是我知道 初选的条件 那是非常的严格 所以呢 一直在期待中 坦坦不安 面试时 除了测试容貌长相 还要测试身高体重 更简单的是 还要经过体能测试 还要通过文化和综合数字测试 所幸运的是 在我们海军机关 一百多个海军女兵当中 最后只有十名女兵入选 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成为参加国庆阅兵 唯一的一名 蓄一级海军女兵 当时我来到北京 苍平沙河阅兵称训练基地 我被奉配到了 三军女兵防队 担任了一中队四班的班长 三军女兵防队 分别来自于第四军一大 北京军区 海军和空军部队 从此 我和我的六百多名战友 开始了长达一年 逆时三百多天的艰苦训练 训练严格而又枯燥 每天早上四点起床 五点开始堆勒训练 七点开始吃早餐 七点四十五分 再次投入训练 整个上午只有二十分钟的休息时间 直到中午十二点钟午餐 下午两点半继续开始训练 一天到晚上九点钟才能休息下来 一天十二个小时的对立训练 异常地艰苦 让我记忆中最深刻的是拔军姿 我在站立军姿的时候 每次站军姿将近有三个多小时 我和站友们必须在不停地想的事情 不停地想的过往 思维停顿下来的话 在那个特殊的环境之下 如果脑袋里是属于空白的话 人就特别容易眩晕 一旦晕倒的话 你周围的站友也是不允许去扶你的 只有等对医和教练发现你了 才能抬离现场 用人丹或者货香蒸汽水 进行简单的治疗 然后再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去 否则你就会被替补队员 代替 有可能就会失去简约的机会 沙河月冰村训练场度非常高 加上太阳的暴晒 地表温度有时会达到63摄氏度 疲劳口可不说 各种蚊虫叮咬在脸上 那是又痒又痛 站到最后 身体基本上是已经不听使唤的 很多站友面部被强烈的紫外线烧伤 脸上现在起疹子 接着又是溃难 流血 最后是结家 为了不让自己晕倒 我就拼命地回忆许多往事 我常常会想到自己的家乡 想自己的爸爸和妈妈 想自己的老师和同学 还有个什么呢 那个时候还没有男朋友 可能有时候也会在畅想 未来的男朋友是什么样子的 总之就是不能让脑袋是放空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思想环境中 我完成了一天又一天的艰难训练 除了练战功 还要练习踢腿 平均每天要踢铁上千次 走正步要求每一步75厘米远 30厘米高 每天走的里程高达7.4公里 一天训练下来 最辛苦的不是身体的累 也不是心里的累 可能大家会觉得 是一种有一种痛苦 这个痛苦在哪里呢 就是说脱袜子 好多人会问到我 你训练下来 为什么会觉得脱袜子 是一件很辛苦 很难过的事情呢 因为我们的脚和根 抹出了一层层的血泡 它和袜子连在了一起 脱袜子的时候 常常就会把脚和根的皮 连同袜子一起 就撕了下来 那种感觉真的是很酸爽 但是在我心中 我一直是牢牢记住了一句话是 宁可脱掉几层皮 拼命也要走整齐 遇到恶劣天气呢 也丝毫不能耽误训练 雨天当成晴天恋 黑夜当成白天恋 如果训练中 有三次以上的不合格 哪怕是细节上的一种小事 也有可能会被退回到原部队 为了不被淘汰出局 哪一个环节自己不满意了 我就会在夜里一个人 跑到草草上独自训练 别人休息时 我就坚持多念一会儿 有时候梦里边 也会想着口令 腿在下意识地踢起来 臂膀也会不由自作地摆动 常常手和脚呢 也会再打到墙上去 轻种地疼痛难忍 一年的训练 我踢坏了四双靴子 每双靴子两厘米厚的铁掌 都被磨通 正是凭着对党的装诚 我与战友们 硬是在训练场 坚硬的水利地上 踏出了一条条斑马线 当初六百多名女兵 最后被刷掉了一半的人员 真正上场的只有三百多名 我很庆幸 我自己坚持了下来 历时近三百多天的艰苦训练 终于等到了2009年10月1日的那一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庆祝活动 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 明礼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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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阅兵封列世上 三军女兵方队共十五排 三百七十八人 我位于方正第二排 又起第十五位 阅兵当天九十 天空忽然出现期盼已久的蔚蓝色 十点多一点 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胡锦涛主席的检阅车 从我面前缓缓驶过 我的目光随着胡主席缓缓移动 当胡主席亲切地向我们问候 同志们好时 我和战友们热血沸腾 用平声最响亮的声音回答 手掌好 那一刻我的内心洋溢着 从未有过的荣耀和幸福 当我和我的战友们 用整齐的步伐 经过天安门广场时 我告诫自己 平静些 平静些 再平静一些 要发挥平时最好的水平 为祖国争光 为海军争光 为党旗争光 在保卫祖国的事业中 在强险救灾的队伍里 在高山豪岛的第一线 处处都有他们的身影 中国女兵在人民军队的历史上 书写着绚丽的篇章 女兵们有高昂的士气 严整的军容 铿枪的步伐 磅礴的气势 整齐划一地 走完了这96米 128步 阅兵的简约之路 用时1分58秒07 实现了零误差 就是为了这96米 128步的简约之路 我们女兵付出了太多 太多 我也把江苏女兵的萨爽英姿 定格在了天安门广场上 在阅兵回来之后呢 2009年12月份 我赶上了一个好机遇 海军部队的领导 在全海军遭受女水兵 首长首先来到了我们海军大院 询问了 有没有女军想要上军舰的 北京海军大院呢 其实是海军部队的首脑部队 是许多海军战士 所梦想的工作地方 但是呢我又有想过 当海军没有见过大海 当海军没有上过军舰 其实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 所以当时我也在考虑 一边是人人梦想去的机关 一边是我对大海的一些梦想 其实呢 我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去报名 选拔女水兵这个报名条件 和参加阅兵的条件 严厉程度比起来 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性呢也是比较虚的谎 为什么呢 当时在我们这个院里面 报名的就有五十多个 最后只有两名同志 被我们受当选中 其中呢就有我一个 当时我被选中的条件中 除了身高 长相 体能 军事文化术之外 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在面试的时候 首长忘了我一句话 说 许玲 你有没有男朋友 当时我在 问到这句话的时候 其实我心里面是没有底的 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回答是有 还是没有 我才能上 我才能上这个军舰 所以我当时就回答了首长 说 首长 上军舰必须得有男朋友嘛 如果需要有男朋友的话 我现在立马去找一个 首长当时就回答说 如果你没有男朋友 就不需要找了 正好 然后后来我才知道 一旦上了军舰之后 就好长时间 没有和办法 和陆地上的人联系 怕上了船之后呢 有一些思想负担 现在想一想啊 幸亏我的情感这一块 发育得比较晚 不然就没有我的份了 后来呢 首长又陆续地 在全海军的其他几个部队 陆续招了22个人 加上我和另外一个战友 一共是24名女水兵 在长达一年的 舰艇专业知识 和技术培训中 我们女兵没有特意 去学哪一门专业 因为在培训女舰艇的时候 我们基本上之前 没有教案和教书 所以说 只要是男兵学的专业 我们都学 什么信号啊 机电啊 通信啊 堵漏啊 防化等等等等 什么都学 还有游泳 但是就单单没有学过操作 我们女兵学游泳的时候呢 也是一样的 在我们身上系了一个绳子 有不敢下去的女兵啊 教官就一脚 把你踹下去 在你喝水 喝得差不多的时候 把你滴溜上来 这样呢 就是来回几次的一个 循环状态之下 人的求生本能就出来了 所以游泳的速度特别快 观众朋友们 如果你们也想 要学游泳的话 也可以来找我 我免费教你们怎么学游泳 2010年的8月8日 我作为海军首批女水兵 登上了和平方舟号 医院船实习 并紧张地进行了 维系半个多月的海上 适应性训练 在船上呢 见上了领导 带领我们女兵 参观了军舰的各个舱舌 最后的一站是聊聊驾驶室 我当时一进到驾驶室的时候 我就看到了我面前的这个操作盘 我当时特别惊讶 为什么这么小小的一个操作盘 可以操动起外东军舰 我就问了首长一句话 我首长 我可以学操舵吗 首长说 在我们海军历史上 还没有女兵是学开军舰的 这句话呢 我是默默地记在了心里 当通知女兵 可以自己选择船上专业的时候 我毫不犹豫地报名 选择了操舵 领导找到我 说 徐玲 你可以选择一些轻松的专业 什么通信啊 信号都可以 操舵呀 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但是我坚持了我自己的选择 都是军人 男兵可以做到的 我们新时代女兵也是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学操舵呢 我恳求领导让我试一试 如果我坚持不下去 任凭领导处理 就这样 我选择了一个非常男性化的专业 操舵 在专业学期间 我苦心专业技术 每天跟着男兵班长 除了他上厕所或睡觉我没有跟着 其他我是每天都跟着班长身边 学习水面知识 操作原理等等 可怕的是啊 还有晕船 上了船那是晕得特别厉害 我们在上船之前啊 便开始了进行抗悬晕训练 我站在了一个大铁轮子里 手脚呢 均被绑在了轮子边上 班长转动轮轴 让轮轴转起来的时候 第一次转了两圈 我就感觉到天旋地转 从轮子上下来的时候啊 双腿跪地 五脏六幅的感觉要爆炸了一样 后来经过每天的训练 增加圈数 十圈 二十圈 三十圈 最后能连续转个十分钟 但是等你真正上了船之后啊 才发现 陆地上的抗悬晕训练和实战 那真的是两码事 在铁轮里 方向是往一个方向转的 但出海后啊 那个船 那是左右上下来回地转 根本不给你反应的机会 说实话 在船上吃饭 你可能在刚吃军队的饭 你就被船晃几下吐出来了 但是你没有办法 你必须要我力气 你就必须得吃饭 男民班长呢 也经常开玩笑 说我是一个很彪悍的女人 8月31号 我和战友们驾驶着和平方舟号 离开了周三 执行代号为核心使兵2010任务 428名官兵及医护人员 全程参加为期三个多月的海上执行任务 这是该船首期赴国外执行医疗服务 将为吉布提 肯尼亚 坦桑尼亚 塞什尔和孟加拉 五国民众开展医疗救护工作 总航程将达一万五千多海里 这是生命之舟 在危难中点燃生命之光 这是友谊之舟 带着珍藏的心 传递着中国温度 这是文化之舟 为世界各地的人们述说着中国故事 和平方舟忠诚使命 建功海洋 传递友谊 在全球舞台上 展现着新时代中国的大国担当 经过16天的航渡 和平方舟号医院船 航经 台湾海峡 西沙海域 南沙海域 马六甲海峡 印度洋等等 顺利抵达了亚丁湾海域 在这次5300多海底的航程中 我经历了大洋狂风巨量的考验 我的表现也得到了领导和战友的高度评价 终于成为了中国人民海军 有史以来的首位女操舵兵 也是通过这次我们去国际医疗主义救援 和出国访问 我们这24名女水兵的工作状态 得到了肯定 现在基本每一艘军舰上都配备了旅兵 都在不同的岗位上工作 2010年12月 我以我国历史上第一批女水兵的身份 又被选入了中国第一批女舰员 登上了我国第一艘航母 辽宁号 辽宁号是我们中国第一艘服役的航空母舰 选号16 它的交付让中国海军实力 整体军事实力和综合国力 都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我登上航母的第一印象啊 就是大 但是具体有多大呢 我想形容一组数据跟大家描述一下 辽宁舰长306.4米 宽74.4米 满载排水量是6万余吨 舰上啊 一共有3000多个房间 我曾经打过一个比方 如果呢 把一个刚刚出生的小婴儿 放在了我们辽宁街上来养 他每个房间住一天 等他出辽宁街的时候啊 他就有10岁了 如果是一个新兵 刚刚上去的话 经常会迷路 所以说呢 我们第一次上航母 和进入航母的时候 第一项考试 就是找舱试 为什么呢 因为辽宁街啊 上下有十几层 出口 封布于各城的上百个舱试 舵手 必须对出口的位置啊 烂熟于心 考官会从3000多个舱试里面 选出五个舱试 在房间里放东西 让你去找 所以说 当时呢 其实我的方向感是很差的 刚开始我也是摸不着头脑 我也就是用我的 叫土办法吧 多练 多跑 多勤 每天执勤结束 就是上楼看舱试 几个月下来 记下了3000多个舱试的位置 和美城的出口 想要成为航母上的女兵啊 也是极难的 因为呢 航母作为海上最强悍的力量 操作起来 步骤非常复杂 目前辽宁舰上面的所有官兵 都是本科学历以上 所有想要在辽宁舰上面服役的 必须要有高学历 毕竟学习辽宁舰上面的知识 那是非常难的 第二呢 是个人素质 其中就包括了身体和心理素质 一旦发生战争 无论是男兵和女兵 都必须在第一时间加入战场 所以女兵的身体素质 是必须要过关的 并且由于辽宁舰是海上武器 经常性在海上一待就是几个月 在这样一个封闭的环境下 如果没有高强这种心理素质 常人你也是难以坚持下来的 在操作生涯中 最令我意向深刻的 还是我第一次登舰时的场景 和我身上留下的航母印 这是辽宁舰给我的勋章 也是最让我引以为傲的印记 提到航母印 就不得不说航母上的龙骨架 龙骨架是什么呢 大家可以把航母想象成一个人的躯体 背部有一根脊椎 而脊椎两侧就会伸出两排肋骨 跟普通船舶不同的是 普通船舶因为船体载 不需要考虑各种外部的威胁 所以龙骨架都是埋在里面的 而航母就不一样了 在航母上 苍屎骨架的龙骨架会高出地面25厘米左右 作为一种军事设施 这些粗大而又坚固的龙骨架 能很好地保护舰船的安全性 提高抗击打能力 但是每当遇到紧急任务的时候 我匆忙中总是会忽略它的存在 并一次一次地撞上去它 小腿上至今还留下了一个深圳的航母印 虽然这些龙骨架给我带来了许多次专心的疼痛 但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拦路虎 才能让我们的航空母舰更加地坚固 更加地强大 我们的祖国和人民才会更加安心 更加放心 在为期不长的训练时间里 我每天都跟着航海导师 操作班长 努力学习航海知识 历经了无数次的考试 培训 体能耐力 压力的测试 也经历了无数次的成功和失败 终于是我成为了一名合格的 中国航母女操舵手 也让我成为了中国人民海军 有史以来的守卫航母女操舵兵 我讲了我的这些经历 也许这个时候 你们就能够理解 为什么我那么喜欢 《我爱你》 这蓝色的海洋这首歌 因为里面的每一句歌词 都写出了我自己的亲生感受 我转业到地方工作 每天上班前呢 我都会提前到水边去看望几分钟 我不知道怎么去描述这种感觉 我想它就是我对一望无垠的大海的一种热爱吧 我爱晴朗凉阔的海空 穿云雾跨海浪 我在海上度过的日日夜夜 看到了许多美丽的风景 和太阳的日出日落 我身后的这张照片 就是我们在进入雅丁湾之前 红海口的一个太阳日出的照片 其实呀 这就是我在前面跟大家说的 经历了七天大风号之后 所展示出来的海面平静的风景 和平方舟号在出国访问的时候 我们经常在大海上会看到很多精彩的瞬间 比如我们会经常遇到一群上千只的海豚群 海豚群就在我们的军界旁边伸手可及 还有我们会在海面上看到大鲸鱼 像呼气一样喷出来的水柱 还有一些飞鱼 就像我们在陆地上看到小壁虎在奔跑的时候 飞鱼就在大海上奔跑 这首歌里还有一句歌词 英雄的战音在展翅飞翔 这当然是在辽宁舰上最深的体会 这首歌的歌词在写作的时候 航空母舰还只是海军人的一个梦想 而今天它已经变成了现实 作为辽宁舰上守卫女操作手 我见证了辽宁舰多个历史的瞬间 2012年11月23日 歼15舰载机首次成功在辽宁舰上找舰 舰载机第一次找舰的那一刹那 我热血沸腾 祖国的强大让我泪流满面 坚持我起飞时 有两名身穿背心应由起飞字样的黄色马甲战友 同时指挥 在媒体报道图片和视频后 迅速引起了网友围观 并纷纷模仿 这个姿势被称为航母style 辽宁舰首次对实体目标进行发射 首次新型武器发射 在驾驶室里 当导弹对着预定目标万箭齐发时 我觉得我的脚底下输输麻麻的 就像回到了曾经的战争年代 热血沸腾 就是这些让我真真真正地感觉到了自豪 能够体会到歌词里唱的 我守卫在海防线上 保卫着祖国无上荣光 别人会问我 要不要建议他去加入海军 我都会200%地建议他去加入海军 因为我们的海军战士斗志昂扬 所以说我对这首歌的喜欢不是虚的 它就是我真实的感受 总结一下吧 今天我讲的这些内容呢 能够给你带来一些新鲜的知识 或许还能给你一点点的启发 你说给航母掌舵这么重要的 关键的稀少的岗位 怎么就轮到我了呢 有没有我的鲁腻 当然有 如果不是我鲁腻抓住每一次机会 去争取当上海军 参加阅兵 还到海上服役 争取当舵手 就不会是我来到这个岗位上 那你说有没有运气呢 当然有 但这仅仅是我个人的运气吗 不 这绝不仅仅是我个人的运气 更多的是我们伟大国家的国运 是因为我身在了这一个盛世 所以才有了女兵服役的机会 才有了国庆盛典 才有了航空母舰 我只是碰巧和尚的这个时代 和我们国家强有力的节拍 我现在已经退役八年了 现在的职务呢 是江湖省淮安市 须一县 黄花唐镇 卢沟社区党总资书记 我经常也会怀念大海 怀念在海军的岁月 但是我也知道 我现在正在另外的一片大海上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大海上驰骋 带领村里面的大伙 一起养龙虾 一起开工厂 一起盖新房 就像舰船贴在海面上航行 我在做村支书的时候 大家对我的评价 就是很接地气 是碾着地的那种接地气 就是因为接地气 我刚到基层工作的时候 其实我是一头雾水 不知道该怎么做 后来组织部门告诉我 应该利用党员年户 三提三支 提户之人 提人之士 提士之情 让我迅速地打开 与群众之间的那条歌盒 走进了工作的角色 我们现在再回顾一下 那首歌里面有一句歌词 叫做年轻人的心 就应该在大海上翱翔 年轻人的心 就应该追寻内心的情怀 投生于伟大的时代 投生于那些重要的战场 为国家 为社会 无论是在军队 还是在地方 无论是在做海军 持城疆场 还是在做医生 抗疫在一线 还是在进企业 在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阵地 无论你在哪里 都要去寻找 去追寻属于你的那一片大海 去迎接惊涛害老 为自己的青春喝采 为自己的青春奋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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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